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班是懂得防晒的 你看你 你看你带一身渣渣 你看你这一身 你看你 你看你这一身 我们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马上准备出发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停车的地方 还在凉山州的岳西县 今天我们就能回家了 你看他在开始 你不要碰那 你碰那就看起来就倒了 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 好够了吧 你看看 说发 回家去 脸都出歪了还在穿 你看你这吹成老鼠脸了 尖尖脸 在车里 这边住的是一座 看他没法子 怎么我们才上车一会呢 你就睡了 睡得出出出的 一下就漏光了 是哪里扎到了吗 是啊 没注意 那边一条小路 我们把车开去小路 然后停着那里换备胎 刚刚挪了两下 还拖圈了 得用千斤顶给打起来 打起来换一下 看看臭斑在干嘛 臭斑 臭斑你在这睡得舒服 有昏昏欲睡的晒的 是不是 上回我们拖到的 这里 修理工上线 暴飞一条 小问题得到解决 现在我们接着出发 前面40公里就到布托县 臭斑一路 倒是悠闲得很 起来换摊 这边就是山羊 盯着看 哇 这公路太牛了 这是壁挂公路 这是在山体里面凿出来的一条很窄很窄 前面我们汇车了 好难 刚好这比较宽 想起饼茶山上的老虎嘴是吧 这全都是 也是老虎嘴 对啊 过了 过了金山江大小我们就到云南了 从乔家我们就能上高速直接回家 现在下午6点钟 晚上9点就能到了 夕阳下的精彩 因为明天弟弟要去上海 所以我们得今天晚上赶紧回去 明天10点 我们回去还打算去看电影 就吃火锅 时间都已经计划到晚上2点了 半哥这一路是不是睡够了 那走去干饭去了 走我们要去干饭去了 你也说等我们 好的我们来吃煮芊芊了 马上就可以吃了 希望我们就去看电影 我们行程竟然都安排到2点半呢 马上要走了 我们去赶午夜场 快跑 半哥乖不乖 半哥乖得很呢 半哥乖得很 确实不开心哦 我们的小破球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 我们得赶紧上去了 女的在车上待着啊 再见 走了我们去车上去了 好困好困好困 跑到座位上给我睡着去了 你好大睡着干嘛 走吧走吧回家去了 咋进来前面趴着啦 没有去吃东西我们 你咋的你想窜位了 哎呀困得很 你比我还困呀 我看到电影都睡着了 你是乖宝是不是啊 乖宝斑斑 这是放手的 不是给你半哥放脚的 知道不 一个哈欠一个哈欠 赶了两天路终于到家了 我们视频速度 更新可能会有点慢 更新老母回家 可能在一个月以后 所以大家不要很惊喜 说弟弟为什么还在路上 还没开学 其实已经开学了啊 下面就是居家片 或者是短图油片 嗯 变成金色小火 那我们半哥出去转一圈 是不是变成金色小火了 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